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要說的是全面進化之中才登場的角色 那就是路克布朗可 作為全面進化之中的熱門角色 也可以算是本作的主角之一 畢竟是成長線最豐富的角色 幾乎所有發生在全面進化的故事 都是路克陪伴著小班 作為一個受過專業培訓 但是基因為零的菜鳥水電工 是家裡五個小孩中的最年長者 他被馬克選為小班的新搭檔 兩個個性相異的人也意外碰撞出火花 像是喜歡跟小班一起喝雪泥大王 啊不對 重點是從一開始被小班的排斥 再到後面被小班認可為 除了小溫與凱文外的最佳拍檔 路克因為個性太震驚 而且聽不懂英文裡的俐語 常常鬧出笑話 與小班成為拍檔的時候 早在水電工的教材中 讀過許多關於Ben 10的傳奇 但一向一步一腳印的路克 對於太過天馬行空之事 會保持懷疑 因此跟小班相處時 想確認這些有關小班傳言的真實與否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路克一直不相信 小班可以變身成為X超人 直到宇宙法庭事件之後 路克才終於看到真正的X超人 讓他大飽眼福嗎? 否則原本路克以為這是星際網路 Extranet流傳的粉絲歪歪文 那邊二創或者唬亂的都市傳說 也因為路克的做事都按標準流程 這導致前期的他可能會因為突發事件而行動產生猶豫 因此配搭上小班的橫衝直撞 兩人形成一種互補的團隊風格 但即使是路克這種看似古板的個性中 也藏著身為年輕人才有的願意改變創新的火花 身為第一個從家鄉維瓦納成為水電工的人 原本只是農家質地的路克 對於家鄉所缺乏的科技這部分是十分有興趣的 那要談到這裡的話 我們就先稍微講解動畫中關於路克家鄉的故事 路克的家鄉維瓦納十分注重傳統 而他的父親也是 路克帶著小班一起來過家鄉的豐收季 但是小班因為是個外來人也不太注重當地文化 而且就很初心 一直破壞掉關於琥珀澳奇果的東西 像是百年類史的岩石架儲藏了澳奇果 反正小班一開始根本不把澳奇果當一回事 直到路克跟小班說明 這是宇宙中最偉大的作物之一 可以養一整個宇宙艦隊的人 拿來當作日常的燃料或者艦材 反正就是很厲害 路克不斷地承受父親陸爹的責備 也還是願意替小班講話 希望讓父親知道小班不是故意的 但是畢竟父親很排外 一直到路克與小班擊敗了 要導致維瓦納傳統滅亡的權貴 路克父親才承認 失去傳統就會一無所有 但是如果沒有路克 傳統就無法流傳下去 原本並不支持而止成為水電工的想法 將在之後的故事中慢慢消除偏見 不過依然不喜歡小班就是了 那之後的故事中 惡眾悉人為了戰爭的準備 也侵略了維瓦納 建立了各種運送和收集奧奇古的裝置 只為繼續做出能夠控制整個銀河系的心智控制裝置 而路克就與弟弟小小 妹妹露莎 還有小班阻止他們的計劃 一路上還必須逃離族人與家人的追殺 實在是驚險萬分 所幸他們也成功擊退了惡咒星人 這次重大的舉動 讓路爹以露克升為水電工為傲 因為自己的長子路克 長女路撒也想去考取水電工 小兒子小小想要探索星際 這對於從前幾乎不跟外界交流的維瓦納來說 是想像不到的事情 而路克因為在外面世界與小班共同作戰 就這樣成為了家鄉的英雄人物 離別時坐在飛船上的路克 說了一聲小班 讓小班特別回覆 我一定會阻止惡眾新人的 結果路克只是要小班幫路撒寫推薦信 讓水電工學員能讓路撒入學 直接一個靠關西入學 之後路爹開心的送女兒去水電工學員上課 卻受到長老、君渡大師的阻撓 因此犧牲自己讓路撒趕緊離開 而路撒來到了地球加油了中繼站 先去探訪小班他們 意外的是君渡大師也偷渡上船來到了地球 要帶走路撒還有野偷渡來的小小 因為君渡極度的厭惡科技 還有機械以及外來文化 他屍骨不化 於是雙方產生異常激戰 第一回合小班的水壩天輸了 路克的原型劇也被打壞 眾人只能逃跑 第二回合路克跟大師單挑 想以維瓦那拳擊敗維瓦那拳大師君渡 但是依然落敗 根據君渡大師的強度身為他的徒弟 或許路克有一天能在單純的格鬥方面上 變得十分強大 因為君渡大師的碎石拳能粉碎地面 甚至擊破路克的戰甲 還有武術的衝擊 直接給予小班過量傷害 揭出變身狀態 小班連續慘招屌虐 許多英雄都輸給了武術高手君渡 因此路克決定改變自己的打法 他想起自己好幾年前就從君渡那邊出師了 他要以自己的拳擊擊敗君渡 沒錯 路克因為看見君渡 所以短暫的忘記了自己曾經擊敗 再惡咒星人、突庫斯塔人、伊克透瑞星人 跟這些相比 維瓦那拳只是三角冒功夫 路克展現了許多打法 像是拳擊或摔技 這些不同的武術 為了重傷的父親 也為了弟妹的自由 路克除了透過武術 還使用修好的圓形劇、防禦 並彈回了碎石拳 擊敗了君渡 而君渡也因為意外露出的分解毒液 看似死亡 但其實被人救了下來 並被改造成半人半機械 現在君渡稱自己是面目可憎者 那路克在家鄉之中被認為是個帥哥 因此整個村落的女生都在倒追路克 而路克在其中最喜歡的就是瑞歐娜 然後維德加的女兒 莎里斯也對路克一見鍾情 路克雖然說 我有女友了 她在另外一個星球 瑞歐娜她非常迷人 而你是維德加 我的死敵家族 之後卻補了一句 你在想什麼呢 路克 之後再遇到莎里斯 就跟小班坦誠的說 我好像被那個 怪怪妹妹迷得頭昏眼花 喔 感覺全面進化裡男角色都特別花心 那維德加為何是路克的死敵家族 那是因為 以前曾經是水電工學員的維德兄弟 炸毀了水電工學院 讓路克只能在小行星的拖車上接受考試 那路克也得到鐵拳惡女的芳心 不過是單方面被戲婚上就是啊 不過鐵拳惡女為了路克喜歡自己 最後也願意停止犯罪 成為了實習水電工 那路克能說能聲 為了打敗被改造過後的軍度 雖然自己並不喜歡鐵拳惡女 但是還是自己直派鐵拳惡女為實習水電工 在擊敗軍度拯救地球不被炸成碎片後 路克被馬克升級為法案官了 那維瓦娜人是個類似貓克的外星種族 青春其實脫落尾巴 頭髮可以是黑色、白色或紫色 路克就是黑色的 沒錯,這三條線是髮型喔 由於擁有毛皮 在炎熱的環境中 路克會感覺到嚴重的不適 雷射掃描會讓皮毛發癢 不過身體的素質比地球人來得好太多 冥結、反應、力量、速度都不錯 跳得也很高 槍壯的可以直接丟出一個叛奴新手 在戰鬥策略方面 路克負責輔佐小班衝動魯莽的一面 也懂得讀書 甚至能夠了解一些魔法 並靠著摩天斧彌補天生 缺少注意施展魔法的天能 成功施展出魔法 那比起這些路克最擅長的就是機械還有科技 所以他與凱文的友情就是修車改車那邊開始的 路克身為一個機械天才 他自己修改了自己版本的原型巨 那原型巨是宇宙最通用的高科技多功能武器 是一種極其複雜的設備 依然是由蓋文新人所發明的 而路克也是從蓋文新人手裡得到的 那原型巨這個多功能可變形的武器 能夠遠程防禦近戰 反正功能很多很方便 具有有限數量的轉換 但可以升級為具有更多模式 那接下來我來一一展示 原型巨的所有型態 衝擊波 弓箭 抓捕網 掉蒼形發射器 能量光劍 掃描器 爪勾繩索 自動步槍 拐棍 太射槍 盾牌 雷射 真空吸引機 指示雷射 長棍 滑輪 魚擦槍 魚竿 噴水軟管 手電筒 準心 小型電腦 遠程射出的盾牌 肌肉鍛鍊機 電擊繩索 那這就是全部了 真的是非常多型態呢 那維瓦納星 一個月至少有53天 在宇宙中比地球更加不與其他世界交流 而且人煙稀少 但至少與其他文明接觸過幾百年了 這裡的害蟲是滾鼠怪 是類似球魚可以滾動自己的類人動物 被訓練後甚至能夠雙腳站立 幾款是非智能生物 但是他們有足夠的資訊 因此DNA可以被Armitrix接受 小班的手錶或許早已擁有滾鼠怪的DNA 那現在路克已經能夠逐漸了解小班所說的笑話或者雙關 身為一個比小班略長的人 在一開始他依然稱小班為先生 直到後面兩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朋友關係後才改變成乎 由於口味 他不喜歡辣醬薯條 喜歡馬克的料理 也喜歡健康的食物 豆腐海藻之類的 不過路克卻也特別喜歡肉丸 時間來到未來 路克代替退休的馬克爺爺成為了保安館長 成為了信任所有水電工的最高領導者 沒錯 馬克爺爺在全面進化的故事之後 未來還持續升官呢 在未來路克留了一點鬍鬚 身上裝甲變成了標準的水電工裝甲制服 他全面的理解了地球的裏語還有笑話 會故意裝作仍然不理解BEN10thousand的影域 作為玩笑幽默大家 路克是名符其實的成為了 不輸給BEN10thousand的大英雄 那我是Rex 這就是這次的影片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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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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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